台米颱风带来强烈雨势 重闯南台湾 台南二人溪溪水暴涨 水流相当湍急 冲到马路上 把整片道路淹成小河 更淹进民宅 几乎快淹没一楼住家 住户泥水中逃生 但水实在淹得太高 直接淹到脖子 只能住着拐杖 在水中慢慢行走 一不小心就会灭顶 带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在住行台阁 可以看到大水 把一楼住家淹得乱七八糟 家具统统泡在水中 几乎全毁 当地居民表示 这里很少淹水 但淹水就会影响很大 因为是当地的交通要道 但这么高的水位 一时也难以把水排光 因此紧急封闭道路 就怕油车经过抛锚 甚至造成更严重的灾情